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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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只要我出現我媽就會很忙 有沒有突然覺得很幸福 又有時候好心的生活 你會不會突然很不適應 通常這時候都是你在廚房忙 對 來 Morban第一天的行程 開始囉 耶 我終於可以解放啦 解放 解放什麼部分 就是公婆不在我就可以解放 公婆在你很壓抑嗎 公婆在當然是要變成一個 溫良公檢讓的小媳婦 我們今天要去市區City Tour 走吧 嗨 各位我們來到摩門市區了 感覺如何 第一印象 現在還蠻有出國的感覺 有齁 我們現在來到末爾本的市中心CBD 而且這條街是我前幾天還在YouTube才剛剛看的 為什麼你會注意到這條街 因為我記得這裡好像有一家很大間的公仔 來我跟你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一條就是Swanston Street 然後末爾本的車站就在這邊 包括它的圖書館State Library也在這裡 前面是伊麗莎白街 就是我住的地方 所以這裡你很熟嗎 這裡也算蠻熟 因為我們也走的地方 就走過去上學 我的學校在那裡 RMIT 我們先在市區這邊晃晃吧 走 來準備迎接你第一個大景點 好 State Library 周圖書館 好晚安 因為我覺得 這次回到市區來的感覺有一點 人員稀少 上班族應該很多都是開始work from home的 所以市區的人也比較少 所以這一趟行程就是你的探索之旅 我的回憶之旅 以前我就是每天走這條路上學的 感覺如何 感覺很有靈氣 這個是二樓 其實一樓我印象從以前好像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我覺得它好像有整修過 但我不是很確定 我印象已經很模糊了 但其實還蠻現代的 它一樓的地方非常的現代 而且這裡全部都是開放式的空間 你可以免費的進來閱讀 做自己的報告 帶電腦進來用 然後還有插座給你用等等的 它一樓維持很現代 但二樓卻很有維持這種 古色古香味 的書卷氣息 中式季風格的感覺 看到我身後這個建築物嗎 後面以後大堆都是我的學校 它就是有很多個不同的建築物 所以它就會有 比如說建築物61啊64啊幾個幾個 然後我們就會去不同的建築物去上課 給你看看一個東西 我的學生證 會不會現在也可以用啊 怎麼可能 我上次我八年前試過就不能用了 但是我比較好奇上面的照片 你要給大家看嗎 上面的照片怎麼了 這是誰 有點恐怖了怎麼辦 頭髮怎麼那麼長 你自己看年份2008年耶 15年前耶 哦 我的學校很漂亮齁 對啊 以前已經很漂亮了 我覺得不知道 我這次回來就覺得又更漂亮了 這個就是Swanston的Library 就是我們一個學校裡面 會有很多個不同分區的圖書館 這個就是Swanston的 就是你看那條街 而且它維持的都很新耶 以前就這麼新嗎 一直以來都很新 是喔 來到末日本也要看扭蛋的意思是 找不到玩具店 我們要帶你去玩具店 所以看看扭蛋過過癮也可以 不要太貴了 走 哪有貴啊 好來接下來帶你來看 樂高嗎 蛤 不是不是 是 這個 哦這裡 還不錯 有沒有看到上面的圓頂 哦 好漂亮喔 這就是剛剛我跟你講說 在外面看到的 這也是Muble Center 這裡感覺很熱鬧耶 人蠻多的 嗯 百貨公司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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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太風 澳洲就是一個文化大熔爐 這邊就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 基本上你來到這裡不會有那種絲香醜 要吃什麼 你想要吃家鄉料理吃不到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有西班牙的困境就對了 對 不會完全不會有 來下一站我們來到了澳洲墨日本的唐人街 這個地方我原本也沒有想說要拍帶五一來 可是五一有一天突然丟訊息給我講說 聽說澳洲的唐人街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唐人街 是一 然後我就想說 有嗎 我以前呢在這邊就打包一個便當盒回去然後吃三餐 有沒有那麼慘啊 是因為便當太大嗎 沒有 因為學生職級真的很窮 那個時候下面他就有一家 他就是 比如說你付個五塊錢他給你一個盒子 你要裝多少 就是你可以裝多少就裝多少 然後我就裝到超級無敵嘛 然後我的蓋子我都不蓋 我就想說你蓋子給我就好 然後我就直接帶回家 因為這附近而已 然後我就把它分成三餐吃 所以你現在是要報復我來 帶我來吃滷肉飯嗎 是也沒有啦 因為我常常晚上都帶你去吃滷肉飯 好像可以喔 走 你到底有沒有發現你在摩爾本 偶爾會抽亂一下 是不是 在唐人街裡面吃 我一直想說 要不要帶你去吃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西餐餅 什麼的 我以為你要帶我去找你學生時期吃的一些店 以前吃不起 但是很想去 不是啦 我想說這樣子會不會讓你以後不敢來摩爾本 不會啊 目前還好啊 而且我剛剛一小時之後我也找不到了 我覺得這裡有一點人是以非的感覺 改變很多 我覺得改變滿多的 也是啦 其實你就算是台北 很多店家過了八年應該也倒了不少 對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一家茶餐廳裡面吃 你有發現他們的分量是真的大了嗎 太大了 他們每一餐的分量真的都太大分了 所以我們剛剛點的是一個咖哩雞排飯 然後再加一個法蘭西多士 就這樣子 我們兩個人已經吃燒飽 那個飯還是一大堆 不過至少有讓你感受到就是末爾本的唐人街 所以我們就可以進行我們下半場的活動了 我們來到下一個景點 這個地方 Roy Arcade 它就是一條拱廊 然後上面是透光的 也是滿漂亮的一條街 你看到了什麼嗎 你說這是天柱地 我們亂走亂晃就找到了 誰在給你亂走亂晃 今天所有的行程都是按部就班 按照我的計畫在前進中 這是你特意要買的嗎 對 要不然怎麼會彎 我們還要走一個Calling Street裡面的那個跑進來 然後再往前走 我們還要去吃全世界最好吃的可頌之前 我們就會經過家電 你怎麼那麼可愛 你怎麼知道我要逛這一家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買的 所以你可以近期的去逛 你有沒有知道我一定不會買 我只給你20分鐘時間夠不夠 你是不是已經查過裡面沒有生動之心 逛完之後的感想是什麼 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公仔迷來這裡的話 反正沒有我要的 好啦 但你其實可送 這家我很期待可以 因為時間實在有限 所以我就大概跟你講一下就好了 這個就是Town Hall 墨爾本的市政廳 就看一下外面建築就好了 重點在這裡啦 可惡我們走到這裡了 然後他就剛好把拍子拿進去 他就關門了 他下午4點鐘關門 我們來不及進去 不過沒關係 我們明天還有一天是可以走City的 所以我們明天再進來逛逛看 可是這一棟樓是真的很漂亮啦 我以前都是在外面經過 我從那邊沒有進去過 但是這裡啊 就是一個山腳點 因為這裡有聖保羅教堂 這裡它是Fliners Street Station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火車站 你看這裡 這個就是聯邦廣廣場 Federation Square 就在這裡喔 對 它就是三個一起 那麼近 對 然後旁邊就有河 我們就會走Yara River這邊 就這一區也可以走滿久的 那可送咧 好 我們直接吃可送好了 那個企劃總是趕不上變化 那個可送也關了 因為它只開到下午3點 我真的就莫名其妙到這裡店 那我們就先逛這些吧 因為這些戶外都蠻好逛的 就是火神山啊 Yara River這些 看看一下 來咯 我們要來準備體驗 坐Tram的感覺 他們叫Tram Tram 這個Tram啊 如果你是住在市區裡面 然後你要在市區裡面 走來走去的話 它有一個免費的Zone Area 所以你可以免費它 以前不是免費的 來來來來 帶你來看這個地方 來看到這條河嗎 感覺很棒耶 對 這條河就是Yara River 然後河邊的時候 它就會有很多地方餐廳啊 可以給他們在那邊用餐 可是為什麼外國人都是下午就開河啊 他們基本上就是一下班之後就會開河 沒有到平日也開河啦 比如說每個禮拜五 我一放學走回家的時候 下午大概3-4點 那個包裡面全部人都要喝酒 但是我們要去Outlet的時間趕快喔 因為他們的Outlet六點鐘關 走吧 到底是有哪 全世界哪裡的Outlet是六點鐘關的 對啊 好啦 帶你來逛Outlet了 這樣子 今天的Ending應該還不錯吧 這家我也沒有來過 就來公公看吧 好 我們出來了 而且我們不到半小時就出來了 但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多打折 所以走出來 現在天氣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現在再回去市區再逛一逛 基本上我們要喝了咖啡廳 所有我找到的名單 大概下午3點4點全部都關門了 我傻眼 對啊 他們怎麼那麼早關啊 我們就即興發揮吧 1 2 3 乾杯 乾杯 喔 我的還不錯耶 我的也很好喝耶 我們點了那個這裡的生啤酒 然後我幫我點了一個是Cow Tundra 我們就走在Yara River 然後就覺得天氣這麼好 所以我們就選了一家餐廳 我們就在這邊喝個啤酒 就坐在這個河邊 點了一個小雞翅 配兩杯聖啤酒 在那邊嗅一下 享受一下 讓人感受一下外國人的生活 但這種生活真的不是天天有耶 真的嗎 畢竟這樣子就已經60塊LB了 60塊 來 我們來看一下舞衣可不可以走直線 我還可以跳咧 最好直線 他剛剛我講說酒喝一喝 我們喝完就走了去下一個景點 他跟我說 慢點慢點 傻眼耶 有直線嗎 他臉超紅的現在 要跳盒是不是 我們來到下一個景點了 所以我們下一個景點是去買行李箱嗎 你家明明就是賭場 你在那邊 要不要進去賭兩把 畢竟過年耶 今天是大年初五耶 開工日啊 進去刷兩把 中頭彩的話晚上我請 不中頭彩你也該請好不好 你在想什麼 來來來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咖啡一條街 但是我看怎麼大家都在點酒啊 對 大家在喝酒 就是我們想要喝的咖啡廳都關了 但是咖啡一條街都好開 但是大家都要喝酒 所以咖啡一條街晚上就轉成酒鬼一條街是不是 是這樣講的嗎 但是我姐講說有一家冰淇淋可以來吃吃看 因為我本人好像也滿吃冰淇淋的 就他們賣很多冰淇淋 我剛剛進去我真的不知道太多口味 不知道點哪一個口味 所以我點了它那個最有名的口味 我吃不出來但是就是好吃的 它分量很大然後而且很綿密 現在排隊的人已經排到後面去了 越來越多人 應該是滿有名的一家店啊 所以我姐才會叫我們來吃 這樣子一球差不多快七塊錢 其實蠻貴的 大概150塊耶 有人在打招呼 真的嗎 哈囉 所以晴天第一天的行程差不多要結束囉 怎麼那麼快啊 現在太陽正要下山 我們現在是回到了Federation Square這裡 就是聯邦狂唱 然後在這邊他們發現了很多的堂椅 然後在這邊可以一直看電視 然後享受這裡的夏天夕陽 這個地方我十幾年前還在這裡念書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這裡看著北京奧運開幕儀式的地方 那你現在對我有沒有第一印象如何 就是咖啡也好喝 東西吃也習慣 市井啊街榮這些都是你喜歡的 是我喜歡的 而且比我預期中好看很多 所以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因為我要回家我媽已經煮完完餐了 再等我們回去吃 有一種餓叫做媽媽覺得你餓 媽媽覺得你餓 一直在問說啊你吃得夠了沒 你還不要吃 這就是媽媽 有沒有突然覺得很幸福啊 以前在家裡這種東西都沒有人問你 都沒有人問我餓不餓 對啊我只動說我很餓 那明天早上我跟家人們有個聚餐 我們要去吃港式飲茶 那下午我們時間如果煮過的話 我們會回來市局這邊 把還沒看的東西 趕快的把它看一看 然後咖啡喝一喝 然後我們就要去 SanQDA Beach 就是海邊 去享受這邊的夏天 你知道還沒看的東西 因為是指男人跟肉體 對男人啊 青春啊 肉體啊 把它們看一看 這裡就有啦 青春八天 好像快美了怎麼辦 好啦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墨仁本晚安 小黃瓜 休閒 不然它更好 我就會把年神們捏 超最新的事情 不然我看 可以親一下 快點 即可 我們要不要去 不要來 胸膜 放在壁